是單次的篩選 也就是我今天要找某一個 比如找小張 那我就有一個input box 然後再來批次 批次的話就是說呢 我會把舊的 這個地方把舊的工作表先刪掉 比如說有舊的 舊的話一直到清單 清單以後的全部刪掉 留下清單 那因為我清單裡面有一個是業務的 這個清單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按一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他會從清單裡面去幹嘛 去抓到業務這裡面 然後呢去查 因為之前是單次嘛 現在是變多次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按個批次篩選業務按下去 他會把舊的先刪掉 然後呢去找到什麼 找到分別 會從清單裡面去找到菜頭一直到搖搖 那一樣的方法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批次去篩選什麼 篩選其他的包含就是說 像那個其他像 清單裡面有的 這樣的話呢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從那個什麼呢 從這個清單裡面 我有做了幾個 我想要去 做的類別 包含就是說 有業務 有產品別 有客 有客務名稱 那我希望能夠做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表單 下拉的時候比如說 產業別好了 選擇產業別按確定之後 他會自動從清單裡面的產業別 自動怎麼樣先幫我把舊的 這些工作表先刪掉 刪掉之後呢 再到產業別 裡面去把產業別一個一個再查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按個確定直接這邊就可以 跑完了 另外 當然有 兩個景上添花的功能 咦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叫 Pulse Bomb 就是 進度的 狀態列 另外有一個下方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叫Application裡面的一個叫什麼 Status Bomb 那這個是景上添花啦 如果沒有沒關係啦 不過有的話 你讓使用者覺得 哇你這個做得好像越來越專業的感覺 那比如說在產業別很快 只有六個 那如果說客戶名稱比較多 按個確定你會發現跑比較久 因為有這邊裡面的客戶總共有155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感覺好像有跑動的狀態 那這個表單 怎麼做出來 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要更新我的總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叫問題7好了 那我這裡面的資料如果我希望有個地方可以放 那我是不是可以放在一個 假設啦 以前可能你可以可能放一個 你會懂得很快 照顧